住户围城人墙 周遭东西只要是能挡的 全拿来挡在停车场外 要阻止地下室的爱车变成泡水车 凯米台风让高雄多处出现淹水灾情 引发网友好奇 这波淹水对高雄房价的影响 有人打趣说海景房 家价卖啊 多了大型游泳池 当然涨爆 也有人说没泡水的房都要涨翻了 还有人提醒 想要来高雄买房的 现在可以查查哪里淹水 这南部都感觉蛮容易的吧 还有屏东啊那些 会啊 因为财产损失啊 点开水历书网站灾情地图 全台淹水通报 目前总计3123笔 密密麻麻全集中在中南部 不少地方更标注未退水 那已经在中南部制产 买预售屋的人 现在只能坐在一起吗 过去北部的淹水大魔王就是细致 过去纳粒 象神台风 整区曾经有一半泡在水里 但近几年台风都安然度过 每逢风灾雨灾就是房屋建案 公安 淹水大口宴 民众想买房 要趁机做功课 别让自己白花钱 下期喜欢画手品加切 台北报道